每一個人都像一顆小梅子一樣 那其實它梅子吃起來的感覺就是酸酸甜甜 我覺得它的感覺就像華龍舟一樣 就是有乾有酸有甜這樣子 因為有的時候你可能會遇到挫折 然後得獎的時候的喜悅跟失敗的時候 可能是難過沮喪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它其實吃起來 當吃梅子的感覺的時候 我覺得它就是像你的人生 所以我們就是用了這樣子一個名字 然後來代表我們隊 對我們來說 我自己會覺得就是花這六年 然後跟大家一起相處的感覺 因為小梅已經四年了 那我們都是上班族 然後必須要克服非常多的問題 這幾年給我的感觸就是說 華龍舟重的就是 我覺得團結 然後相信 信念 還有愛 因為我們必須要體諒彼此就是沒辦法就是 可能同一個時間一起集合 而且我們永遠就是大家全部到了之後都是比賽的那一天 是因為上班的關係 然後沒辦法就是都同一個時間到 但是我們相信對方 然後 然後體諒彼此 然後很享受在一起滑船的感覺 所以主持人這支隊 這個也是給我就是滑船最大的感動 就是大家一起滑船 然後 尤其是因為我在裡面常常的角色就是說 我會記錄大家就是滑船的感覺 我覺得每次看到就是 拍到大家都是滑船的時候 很開心 很感動的感覺 是我覺得就是很難忘的回憶這樣 小白 紅 小白 紅 小白 好帥